明明这些可恶的家伙就知道欺负我 糟糕了 那个瓶子被打飞 情况不掉 他发现的老师运气还挺差 气边突然准备开始决斗 这些社会猪人和僵尸看起来很厉害 哇塞 这个伸手 随便虚晃就能够打败 这个射门 白脸墨运人也被击败 可把这个家伙气坏了 我想到僵尸对于足球的把握如此高超 直接点击家伙吓尿了 真不错 我们回去吧 看来这一次这些人想要搞事情 果不其然 他们都过来找麻烦了 你们要做什么 那些人对学生们发起来挑战 那就来吧 我可不会怕你们 金凯决论的足球比赛马上开始了 今天有请到了史蒂夫裁判 看来墨迹社会人这一队还是有两架子的 默契的配合 传球生法 很快到了墨运人守门员这边 这么随便就被拦截下来了 哇塞 这个就是体型优势嘛 守门员一个球直接扔过去 哇塞 到对面球慌 好吧 对方白脸墨运人犯规了 裁判也是给出了黄牌 接下来的点球将是绝对来的狗吃屎 不 它没有发力 哇塞 这个球差一点点就进去了呀 哈哈哈哈 你这个球也太差了吧 哇哦 爆头然后进球了 非常不错 接下来进行战术交流 对方居然使用了兴奋药水 这个可是犯规的 你怎么跑了 某人居然去厕所了 这个可就很糟糕了 只能让小白过去守着了 不过球被女僵尸完美接中 这个是什么 我的天 战术 这一定是战术 完美的带球过人 这样的操作非常可行 僵尸带球冲锋 射门 居然被轻松打下 凋零居然还挑衅僵尸 奥义超级折射球 也被轻松截胡 僵尸要爆发了 不动于踪 这可就糟糕了 提防一个猛攻 女僵尸感觉要不行了呀 火焰射蓝 召上了女僵尸 这是什么帅气射门 哦 是人太胜了 几僵尸都被打倒在地 僵尸要爆发了 时间还剩六十秒钟 哇 接下来咱们看僵尸射门 我的天哪 这是什么 墨影龙的翅膀 难道说这个射门 曹星星燃烧火焰球 妖灵骷髅被火球 重重一击 出镜了 我们胜利了